注意哈 连公交车都换不起电池了 据了解 保定公交将首批购置的纯电动公交全部停止运营 重新换回一批燃油公交车 而停运的理由就是汽车动力电池已经超出质保期限 存在安全隐患以不具备安全运营的条件 大家可能都知道买电车能省掉购置税 日常出行更加环保 相比油车加油 充电可以省不少钱 但是你知道吗 就普通家用车而言 换电池车主根本吃不消 比如一辆比亚迪在为满足电池质保的情况下 一个电池包要8万 而车子却只能卖6万 34万的吉星二换电池要40万 混动宝马5系更是要54万 这时有人要问了 不是有电池质保吗 那我们来看一下比亚迪的电池质保条例 一共8条 有4条就让你不得不自己花钱修电池 其中包括为在比亚迪4S店保养 维修保养时为使用比亚迪原厂配件 一年行驶里程数超过3万公里 发生事故没有在比亚迪4S店维修 而其他车企的质保条例也都类似 所以买电车省下来的钱确实不够换电池的 家用车都这么贵了 可想而知公交车换电池要花多少钱 所以保定公交只能舍弃一部分电动公交换回燃油车了 不过对于我们的家用车来说换电池的概率很小 因为你不会像公交车一样每天都在路上跑 所以电池的循环寿命没这么快弄掉 可即便这样 首批新能源车主还是要面临自掏腰包更换电池的问题 电动汽车的换电成本连公交车都扛不住了 有着近千万人口的河北保定 因为换不起电 1300多辆公交车只有333辆能正常运行 后续更是打算重新换回燃油车 那么电动汽车换电到底需要多少钱呢 市场上主流电池类型 有三元锂电池和零酸铁锂电池 在考虑模组PAC和电池系统的情况下 三元锂电池的成本是每度电725元 零酸铁锂电池每度电成本是612元 加上人工费用 电动汽车换电成本搭带在每度电850至1100元 以电池容量是50度电的汽车为例 换电成本在4.2到5.5万之间 电动公交车更是耗电大户 电池容量高达200度 用的是零酸铁锂电池 每辆车换一次电需要17万元 如果给保定市的590辆纯电公交车换一次电 费用则需要一个多亿 公交公司本身就不属于盈利单位 也难怪他们要换回燃油车了 我今天在广州车上发现 现在的星人员车真的都是在玩花火 很少有玩技术的 登上玩花火 致敬黑悟空啊 孙悟空的紧箍咒 彩电不卷了 现在卷头影 这么大一个头影 坐到后面 它里面屏幕都不新鲜 把屏幕都装到外头给别人看 表达你的情绪 这后视镜也下岗了 装两个摄像头 目的是啥呢 降低风筹 这就是后视镜啊 如果说哪天这趟头堵了 或者看不见 怎么办 这一个中风名就不好使了 这上来呢 直接把屏幕给你装满 开车的时候 我都不知道看哪个屏幕 现在还有这种在座椅上啊 给你玩花火的 主打的一个就是 有家不想回啊 在车上各种折腾 在这个颜色上下功夫的 到处都是小姐姐最爱的配色啊 都会见 前后两个门 给它焊到一起打开的 星空内饰加对开门 按键开门 门马首都没有 你要关门怎么办 这样吧 不是 现在在这边的 哦 现在星人员车啊 连开门方式 关门方式 我都要再重新的学习一遍 我感觉我这个老司机 白当了 马桶 车在马桶呢 及时汽车啊 实在及时 你们知道 为什么现在很多车企 热衷于卷花火 而不是卷进 是因为卷进度太难了 所以只能通过花火 去吸引大家的眼睛 我负责任的讲 这些网络车展 赶管理 一多半的车型的技术 已经落后了 转发分享给你 正常的朋友 别被这些表面的花火 掏空了口袋 真想换车啊 明年星人车的技术 读华说 看一眼是礼貌 一直看一只礼貌 条文哥 最近因此而不淫的眼神 征服了各大车磨 别人都是用手机拍 条文哥却直接用大脑计 其眼神比钢筋还直 你看就这眼神 比我入党师还坚定 眼神里没有一丝杂念 全是对一件美好事物的欣赏 让各大车展界车磨 现在只要看见 有穿条文衣服的人进来 都会下意识的 有种胆寒感 不过这次广州车展 条文哥却是遇到了对手 本以为自己能再次横扫车展 没想到却遇到了 一生之敌张瑞尔 不仅不多闪 竟还直接正面硬钢条文哥 走条文哥的路 让条文哥无路可走 就这眼神 我似乎都能感觉到 条文哥到心崩碎了 这一招用魔法打败魔法 直接把条文哥整不会了 对视离会急忙闪躲 为车魔界终于搬回了一居 不过话说回来 就张瑞尔这眼神和表情 谁看不迷惑啊 叫梗不孝人 条文真男人 昆山车展上 他是唯一一个放弃手机和相机 只用眼睛储罪一切美好的男人 注意看 他的眼神中没有一丝杂念 像是在努力压制着某些不良冲动 此时的大脑可能已经完全当机 老海中已经推演出几十部爱情科幻片 睿智的眼神 像极了欣赏艺术的不正规研究人员 头都快被几点了 眼神梦是一动不动 为了更进一步 他甚至踩在了别人的脚上 而身后的车展痴汉 也是全神贯注 不知道疼 如果说看车展门票50元 那条文哥指定赚的盆满钵满 还真是流水的模特 铁打的条文哥 观看每一个都担惊结虑 最后却心无一人 因为大哥根本不看脸 他的一双泰河金雷射眼 就像报废的CP一般 有病查不着 没病扫全身 真是把不佳掩饰 发挥的淋漓尽致 随后车展大堂经理 麦克阿瑟愤怒表示 让车你是一辆都不看 车模式被你研究明白了 论哪个汽车品牌的包容性最强 我觉得非雷克萨斯莫属 你们从等于上 搜历年雷克萨斯的展台 他就没有清静过 无下限的去搞流量 有意思吗 我还是那句话 中国买日系车的不低于千万 你确定他们不会买 你所现在代言的车吗 你要把所有的日系车的车主 都要推向对立面吗 我不知道这个品牌方式 怎么想的 如果你真的那么爱国 明天国足踢日本 你去现场喊90分钟 我他妈敬你是条汉的 这个像我这样的人 如果不是英文 我所有所说的教育 都是学校告诉你 什么是对的 爸爸妈妈跟你什么是对的 有了英文以后 我觉得他们讲的 不一定是对的 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脑袋 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记得1985年 我第一次利用个暑假 去了澳大利亚 去澳大利亚之前 我认为中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 因为我们的 从小受的教育 是我们要去解放全人类 结果到了澳大利亚发现 人家需要解放我们去 闭关锁国 拒绝和世界沟通合作 就能超越美国成为地球大哥吗 这都2024年了 竟然还有网友觉得 为了应对欧美在经济和科技上 对我们的封锁 我们应该釜底抽信 彻底不和他们玩了 等他们过不下去了 自然就得来求咱们 这么想的网友 请问你是从大清穿越来的吗 最搞笑的是 还有人说什么 不和欧美做生意 咱们的外貌一样红货 我们这几年最大的贸易伙伴 那明明是东盟啊 大哥你稍微思考一下行吗 整个东盟加起来 也就是6.7亿人口左右 连印度的一半都不到 我们对东盟的贸易额 却高达9000亿美元左右 看不出来原意 我告诉你吧 因为我们是通过东盟 在和欧美做生意 大家都是心照不炫 嘴上炒归炒 饭还是要吃的 现在我们担心的是 董王当了掌门以后 掀桌子 如果他提出来 凡是用了我们的原料 或者是在我们本土生产的商品 就算从东盟绕一圈 也要提高关税 那我们的企业为了生存 就只能跑到海外投资建厂 在人家的地盘上照握 在当地进行贸易 请问对我们国内的经济 到底有没有影响 有的网友还想着 直接关门自己过 让外国品牌 挣不着我们的钱 外国就山穷水尽 然后就要来求我们 你这种思维 他简直就像个印度人 谷歌 退出了我们国内市场 请问谷歌垮了没有 三星手机几乎在我们的市场销声匿迹 三星垮了没有 推探和脸书根本就没有进入我们的市场 他们垮了没有 我们的新农员电车很牛 已经超过了欧美传统车企 我们的华为手机很牛 已经突破封锁 自己搞出来了操作系统 可我们只有十四亿人 我们的品牌牛 是为了走出去挣外国人的钱 如果只靠内循环 能支持他们继续牛吗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一家三口男人做生意 经常要应酬 那媳妇不高兴 一会儿怕老公出轨 一会儿心疼老公太累 于是要求老公放弃生意 天天在家陪着老婆 那男人在家里是洗衣服做饭 媳妇就夸着真棒 然后奖励了他一百块 请问 他们的家庭收入增加了吗 这样的情况能长久吗 一开发布会 就是燃油车有多么的落后 一开发布会 就说燃油车的天塌了 塌你妹呀 你塌了 燃油车的都塌不了 不信你看一下 现在身边选择燃油车的朋友 越来越多了 为什么呢 就是你们那些所谓的工业垃圾 摇摇领先的垃圾真诚 失速插混 做成什么样了 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 一堆工业垃圾 组合起来的破烂 不是自然就是失速 但是你们呢 却装作看不见 伤了多少 想要真正支持国产电车消费者的心了 电车再好 它也是车 先把安全性 稳定性 机械素质做好 再去堆你那所谓的冰箱彩电破沙发 那些个东西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一天天的 就整个话里胡哨的 啥也不用干了 天天就研究一下 发布会怎么开就行了 好好研究发布会上 怎么拉踩同行 在那里宣传的那个破烂 齐瑞的董事长说 跟着华为走一定会成功 虽然说这个话是有点工位的话 但是 我很遗憾的告诉你 你一定会失败 为什么会这样讲 齐瑞也好 长安也好 包括江湖 他们都想学塞里斯 都想学问戒 他们认为问戒火了 我的戒也一定会很分火 但是你们看看想戒 你看看质戒 那销量是非常的惨痛的教训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 他们忘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华为的用户就这么多 买这几个戒的 说白了都是华为用户 你iPhone用户不会看你的 小米用户不看你的 欧为用户大概率也不会看你的 所以说你们几个戒 也是真正的竞争对手 是死敌 问戒不死 你们肯定活不了 雷克萨斯的反面教材什么 是马沙拉蒂 能买得起一百万的车 最在乎的是什么 是品控 是这个车不耽误它更多的时间 除了马沙拉蒂 雷克萨斯的反面还有什么 奔驰宝马 奥迪 保时捷 这些车的品控 哪个赶得上 雷克萨斯 你们想想 三十年前的LS400还在开 LS430开的人在广州大有人在 LS460L包括600H 现在还有人在开 残值呢 你知道一台车矿特别好 五万公里以内LS400现在能卖多少 二三十万 现在抢都抢不到 LS430正常行驶的 现在开了将近二十年 在市场上五六万还是有人要 同时期的什么S600 什么宝马760 一两万块钱 揪得你天都塌了 废同烂铁 根本就没人要 LS460 现在车况差的还能卖个八九万 你看看同时期的 奔驰S什么四百五百 现在五万块钱还有人要吗 这就是雷克萨斯是好车的名证 什么是好车 看二手市场保值率 看二手车贩子愿不愿意收 你除了叫车 你看老的LX570 有没有人要 大把的人要 这就是好车 唯一的 也是至关重要的评判标准 不要因为什么车门里面 灭了 很多人都觉得 雷克萨斯不是好车的 你看看发现车门 灭的那个余总 什么瑞虎 你看看几年前的瑞虎 就穿成什么样子了 有没有毛病 收费昂贵的国际学校 正在出现大批的倒闭草 中产阶级们 正带着孩子 逃离国际学校 前几天深圳知名的国际学校 厚德书院 拖欠千万房租 面临倒闭 八百多学生无处可取 原来这家学校 有1800多学生 后来走的只有八百多了 入不敷出的 连房租都交不上了 紧接着 北京的诺德安达国际学校 也是因为招不到学生 而宣布倒闭 事实上这还不是个例 在这之前短短的四年的时间里 深圳就倒闭了 九家国际学校 要知道以前 有点钱的白领和中产阶级们 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 那是不有面子的事 一年二三十万的学费 画得连眼睛都不再炸一下的 咱们中国语句老话讲得好 再穷不能 能穷教育 再苦不能苦孩子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 赢在所谓的起跑线上 有钱人都怕孩子将来不如自己 守不住钱 穷人赚了点钱就更焦虑 想让孩子拼命往上爬 争取跨到上了一个阶层 于是他们就把孩子送进 各种高大上的国际学校读书 希望将来出国留学 回来能学有所称 以前教育孩子流行一个词叫鸡娃 意思就是家长 为了让孩子考出好成绩 不断给孩子打鸡血 报各种班 安排各种学习活动 为了就是将来孩子能有个好前途 前些年经济好的时候还行 有的失业了 有的月薪从十万降到了两万 就连银行这样的铁饭碗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裁员 于是现在又流行起来的断供娃了 指的就是花重金 让孩子督各种国际学校的 结果读了几年 自己没有钱了 只能被迫断供了 还有一个词叫烂尾娃 有的孩子从小被积了几年 发现根本不是读书的量 后来就吃好放弃 这叫早期烂尾 有的孩子开始积的有效果 到了初中高中严重下滑 积不动就又放弃了 这叫中期烂尾 还有第三种就是 整个从小学到大学 家长一直感觉积得很好 结果毕了业了 连个工作都找不到 就算有人要 也是严重的 跟这么多年的付出 不相复的工作 所以双方直接就崩溃了 这叫最惨的末期烂尾 中了这么多年的地 眼瞅掉结果了 结果扒开一看 没有果 等能不崩溃不 你说 再加上那些国际学校 花了几百万 有留学出去的孩子们 回国后发现 别说年薪百万了 月薪五千的工作都没人要 年薪十万都是做白日梦 所以越来越多的家长们明白了 上国际学校并不代表 一定能培养出优秀的孩子 就算是出国留学回来了 也不一定就能顺利 找个好的工作 再迎娶白富美 回来月薪五六千 连这些年上学的学费 都赚不回来 这么些年花掉了几百万 本来投资在娃神 想象获取高额回报 万万没想到 却成了一个无敌度 导致如此 还不如把这几百万 给孩子留着存银行 从小读一个公立学校 来得更实际的 想花重金买孩子的未来 这个风险是越来越大了 当看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很多有钱的家长 也不愿意在一年几十万的 把孩子送去国际学校了 再加上原来的中产阶级 收入越来越不稳定 这就更加剧了 国际学校的招生难度 总之就是很少再有人相信 高学费就一定代表着 能拥有高收入的未来了 之前上线挨两脚 好歹年减还能过 现在好了 老车想过年减都难了 看最新的汽车年减规则了 取交了60万公里 强制报废的要求 改成了看你的车 是否具备行驶能力 原本以为 这下老车可以多开几年 你万万没想到 这标准一事实 不光超零的车过不了 很多十年八年的老车 估计也过不了年价 因为新的标准 它是通过OBD来判断的 之前检测 是帮你排气管里 插一个检测器 之后轰击脚油门 只要尾气通过就可以了 现在新增了OBD检测 一气往OBD上一插 所有地方都得查一遍 什么氧传感器 三元催化 颗粒不着气 哪有问题 年减都破不了 如果你车要是有个故障灯 那年减就更比想破了 你想想 十年八年的老车 它保护其哪个故障灯就亮 本来不影响开 但你这么一搞 你就只能去修车 那你说我找个修理店 销个故障码行不行 不行 如果尾气检测没通过 不是说你想去哪修 去哪修 你只能去指定的M站维修 而且只有这M站 上报了维修记录 你才能再次去检测 你去一次 不花个几百上千的 根本搞不定 你别忘了 十年以上的老车 那可是每年都要减减 这钱 保不住你每年都得花 你说十多年的老车 只减个钱 这不就是逼着这些老车报费呢 兄弟们 这是我见过目前为止 最聪明最聪明的车主 但是他也被糊涂了 你看车主手册上面 明确说过 电芯是终身自保的 电芯以外的部件 是8年15万公里自保 对不对 但很多销售 是不是在给你卖车的时候 他跟你说 我的电池是终身自保 或者是保修60万公里的 你们总在想 我这个车怎么可能 跑得到60万公里 亲身经历 在这个车主身上验证了 他说 我每一次现在 还在设计店做保养 独独做了四五年时间 没有一次是纳过的 我就想着 我这个电池 跑60万公里 或者终身自保多好 对不对 当时他说 我不相信车主手册上面写的 这个车主叫设计店 写了一个凭证给他 电机电控电芯 60万公里自保 不限时间里程 这个车现在目前 仅仅只行驶了 35万公里 当时还要求 销售给他签的字 他们的售后负责人 签的字 部门领导还签的字 甚至这家 设计店总经理 还签那字 本以为这个车 能跑到60万公里 不用花一分钱 来修电池 对不对 但是大错错受了 仅仅只跑了35万公里 是什么问题 这上一个插楼 是不是我们新的 已经换上去了 那么他老的插楼 里面就有水质进去 导致无法上电 拉到设计店去 车主本想着 有保修的 可以免费修 拉过去就拉过去 一拉到设计店 他说你的电信 我确实是给你 自保60万公里 电信就是 这里面圆圆的叫电信 那么电信之外的东西 只保多少 保8年 或者15万公里 哪个先到 哪个为准 15万公里已经到了 那么看 换这个插头 报价给客户 第一 我们这里不修 要拉到厂家去修 运费要6到7千块钱 还要加其他 七七八八的 预估费用 大概在1万多块钱 这个时候 车主肯定不乐意了 对不对 那么心里想 他在外面换个插头 其实也很简单 这插头也就三四百块钱 他说 那我拉到外面去修 你看换这个插头 必须把整个电池包打开 也就是说 那你拉到外面去修 可以 我这里要1万多 外面虽然是三四百块钱 你只要打开了电池包 这个电信 我以后就没有办法 给你保修了 但凡里面有一个配件坏了 都需要你自费去维修 那如果说 你要享受到我这里 自保可以 你在我这里 花1万多块钱 换这么一个插头 你们觉得合理吗 今天是这么 这么一个小小的插头 这个电池时间久了 里面就会老换 你看 碰面水管坏掉了 这些电路板坏掉了 甚至这些线坏掉了 或者电脑板坏掉 他都没有保修的 也就是他保修 只是保修你一个电信 这里面原研的一个电信 哪怕里面换一个电池 里面如果你又打开 要扣又要万百块钱 你说 换着哪个消费者 能承受在一起 你们觉得 这个保修政策合理吗 我一年开个8000公里 1万公里 我不能买新人员了 省油啊 省电啊 这个电动车的电池 是一款车子造价 成本最高的一个地方 多人以为电池的衰减 跟公里数有关系 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不大 电池的衰减 有一个衰减指标很重要 叫日历衰减 如果我们一年 就开个8000公里 你10年才开8万公里 但是时间到了 电池也会衰减 到时候10年以后 你们去检测站 检测的时候 电池容量不高 车管锁 检测站 让你换电池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我的一个两磊 一个车的花了10万 一个电池花7万 你肯定是我的 所以说我记忆了什么 公里数少的朋友 不要去买电车 公里数在2万公里 以上的朋友 买电车 确实能够省改油钱 还有第二个条件 你要买电车 你必须要保证 自己有充电桩 你要在城市生活 你那个车位都是租的 不能装充电桩 那我记你 还要重新考虑一下 你要有充电桩 假如说你没有充电桩 自己在你们生活的小区附近 你想等一个充电桩 很难 如果说我们走到了 充到了 那个电费就很贵 基本上一块五 两块钱一度电 甚至还有交停车费 管理费 第三点 保险 必须得买到位 因为现在的电动车的电池 都是装在底盘下方 底盘离地间隙都比较矮 如果说你是走乡镇道路 路况不太好的路段 我跟你讲 尽量不要去买电车 那个电池一旦挂底 很多4S店不质保 保险公司如果当时发现 有事故现场是可以赔的 如果没有事故现场 就不赔你了 假如说我们是普通工信阶层号 一年开个两三万公里 买个十万左右的电车 可以的 如果说我们一年 一开个一万公里不到 那就买个油车 油车更省心 电车更省油 但是不是四五十万的电车 有什么事故现场 会有吗